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好奇了 到底是哪路仙女 能够撼动你们贺家大小两座病山的 出生在秦城旁边的一个县城 父亲跟母亲都是普通的职工 从小学到高中就没离开过那个小县城 没有任何的海外留学背景 工作三年 临床经验非常不错 综合来看完全比不过海外的医学专家 最关键的就是 性情和脾气非常不稳定 喜怒无常 无论是从短期的合作 还是从长期的发展来看 跟他合作都是必大于命的 你这都能做图表分枪 我也考虑过用价值组合管理模型 或者是7S模型来分析 但是我发现可用的数据并不支持 贺总 秦小姐婉拒了 她说休假期间不接待病患 另外私人医生的事情她也拒绝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 看来正式的谈判还得我亲自来才行 喂 我是贺摄集团4U 贺乔燕 我想邀请你明天来武公司一趟 你是贺乔 我还是董事长呢 你们这种电话诈骗 我接一个举报一个 喂 过电话诈骗 私人医生是不可能的 我是在职医生 我们医院有规定 院长那边我已经打不着了吗 不必担心 另外这些钱只是定金 秦医生是绝对的利益计划 你的薪水和奖金只会分配 在你眼里 一切都是可以用物质搞定的吗 理论上是 因为所有的东西 都有同等的价值匹配 孩子的心理缺失 也是可以用物质搞定的 不完全是 但至少在物质上 他想要什么 我都能满足 我款 不好意思啊 何总 我觉得我受到了冒犯 不想再看见你 请你离开 厉害死我了 时间陷入粪土 大女有小说没白看 二楼 这又走了 怎么了 那小秦医生先说啊 小秦医生呢 最喜欢过生日了 但是我的生日 在六月份 不是应上清博考 就是家长会 最最最最惨的就是 高考考数学 所以我只能羡慕 别人家的小朋友开排队 我也能顾 小宝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有没有收到过 什么特别的生日礼物啊 要不要画出来 让我羡慕羡慕 小宝 怎么了 好了 小宝 妈妈在 我怕你 小宝为什么会这样 都是我的故事 五年前小宝生日那天 我跟他都失去了最亲的人 这些年来 因为宠生引迹障碍 小宝再也不愿意开口和接触陌生日 我希望能再次让小宝 拥有他这个年龄还有的快乐 这几年 我查询了所有的资料 也咨询了很多医生 但是结果都不尽而言 要不这样吧 我们为小宝过一次生日 既然生日是他的应记员之一 那这个就是重建他新人系统的 第一读报考 但是我也不确认 小宝他也愿不愿意 信我一次 我要先回去看诊了 这样 等我周末休息的时候 我跟你一起为小宝准备生日 走了 是一起吗 一言没定 你说小宝这么可爱 小小年纪就要承受这样的痛苦 何心疼 没听说过何宗几个活 那应该是 饮活了吗 难怪他会变成这样 一般网文小说 不都是这样写的吗 男主角因为挚爱的死而自责 从此斩断七情六欲 上山闭关修炼 几十年如一日地练九曲十五宫 修炼你个头啊 你看的是武侠小说吧 怎么 这贺巧燕还有一同九州呗 但是我没想到啊 这扑克脸也有身情那一面 身不身情我不知道 我只是心疼小宝 这么小就没了妈 而且还贪成这么个爸 咋的 你要帮他们父子呗 我只是想忙小宝而已啊 而且 这是我作为医生的职责 行 去吧去吧 古道热肠的情侣下 我习惯在合作之前 先把所有的协议都谈了 虽然帮助小宝过生日也是在治疗的 但是会占用你工作之外的私人时间 我会以你作诊的书碑价格作为报偿 另外 在你还没有正式接受私人医生的邀约之前 我们会以短期合作的方式进行 这是协议 请医生请过目 有笔吗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不许反悔 从未有了 您这是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的话 那就再加一杯奶茶咯 这一杯게요 饿了 青小姐 请慢用 火锅 啊 到了 好了 你干吗呀 这是我们公司 推出了第二类天空手环 一带着 这是情侣手环啊 那跟我配对的那一支在哪儿啊 那个 有声不懂的拿着说服说自己回家研究 时间不早了 我再回家了 先吃吧 车子声音大就了不起了 第二类天空手环呢 预购才一个星期 预售量 较第一代就已经上涨了百分之二百七 所以 我们今天趁机推出限量版的黄金 和这个皮革表带 那个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吧 金医生 身体不舒服 你买通的若微 是你的手环数据 你现在轻微发烧睡眠不足 你不是一个医生吗 大哥 医生也是人 医生也会生命好吗 记得吃药 不要传人给其他的病人 大哥 这不 我 在车里等着爸爸 我上去看一下秦医生 秦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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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外面的门我可以解释 我先帮你把预设的门挂好 开门 我们必须要考虑到 手环在各种恶劣环境下的 适用能力的意见 我们必须要考虑到 我接下来 我开始奖导 我目前是用来的 拼了 你醒了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小宝陪着我照顾了你一晚上 让她多睡一会儿 你先起来 吃饭 我想起来了 昨天晚上我在卫生间洗澡 我洗澡 还远绕过来 秦玉 我请你控她想自己 控制什么 三两 对了 你为什么回来我家 是我给你开门的 是我自己开的 年六零七 你的生日 你怎么会知道 你跟小宝说你的生日是在六月份 不是赶上家长会 就是赶上期末考 最紧张的一次是你高考数学那天 全国刚好是六月七号和八号 数学是第一天 这你都记得 你说过的每一句话 我都记得 小宝 对不起啊 我没有给你过成生日 不是 这样 我呢 答应你一个生日条件作为补偿 你想要什么 你告诉我 我都会满足你 好不好 那你想要什么礼物啊 你要我当妈咪 不 我 不是 来 小宝啊 这个东西都不能乱开玩笑了 没问题 你 我 我答应你 你确定没问题 我确定啊 我说过了 只要你开口 我都答应你 所以 小小花 你得开口叫我妈咪才行 嗯 小宝 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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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是小宝 明白了 贺总 跟神秘女子 爆出匪分视频那晚 你不正好在酒店吗 是不是 你跟贺总说了什么 所以 那周紫阳没拿奖 周紫阳没拿奖 周紫阳没拿奖 你不知道吗 你天天爆手机玩啥呢 我跟你说 现在医院全部都在传这个事 贺总 颁奖的时候 直接当场 车车中间让奖 你说过你每一句话 我都记得 原来我说的话 他全都听进去了 对不起啊 不好意思啊 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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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好吗 最近 我没有时间 一直好好谈一谈 对于我来说 前任和陌生人 没什么区别 我跟陌生人 没什么好说 还有我顺便提醒你一句 感情是感情 工作是工作 周主任 清清 徐姐 今晚会举办宴会 庆祝到了洛城 你也一起来吧 乔乔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爸到时候 会宣布紫阳 要升任主任医师了 恭喜啊 我一定 我一定